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報告 全院委員會現在繼續開會 今天上午審查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 謝明洋之資格等相關事項 黨團詢問順序依國民黨黨團 民進黨黨團 親民黨黨團 時代力量黨團之順序進行 並採疾問疾答方式 德采聯合詢問 但其人數不得超過三人 各黨團分配巡打時間為民進黨團及國民黨團 各為一小時 時代力量黨團及親民黨團 各為三十分鐘 在進行詢問前 先請被提名人謝明洋先生 說明時間為十分鐘 請謝被提名人 明洋進行說明 主席 各位委員 大家早安 我是謝明洋 今天能夠以大法官被提名人的身份 到大院接受審查深感榮幸 個人的血經歷資料已經提供給大院進行指教 在這裡 只是先簡要的再自我介紹一下 並且做些補充 同時對於大院部分黨團 跟民間團體所提的問題做個回應 我是1957年出生於台北 在父母親良好的家庭教育下 兄妹三人都學有所成 而且都從事教職 我太太也是從事教職 我們結婚三十餘年 育有一女一子 家庭美滿 個人在1976年 在高中畢業之後呢 進入台大法律系就讀 大學畢業之後 我順利通過律師的高考 並且進入研究所繼續就讀 在研究所階段 我同時也執行律師業務 在這短短的幾年的律師執行業務期間 對我影響非常的大 因為在這時間 我第一線接觸到很多的民刑事的案件 從這些案件的處理過程中 當時對於我國的司法環境 以及人權保障 對我相當具體而且深刻的了解 這也是後來我雖然在學術界工作 但是也一直積極關注於公共事務 跟司法改革的原因 我研究所畢業 並服完預官役之後呢 1985年獲得德國獎學金 出國深造 在留學期間 是以智慧財產權跟民法為研究的方向 在這期間並歷經東德的垮台 見證民主的歷史時刻 1990年回國之後 因為當時台灣跟美國的貿易談判 使得智慧財產權深受重視 因而投身與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領域的闡述 跟理論的建構 並進而延伸到科技發展相關的法律研究 我在台大任教已經有29年 這段期間中間還曾經到德國 還有美國重要大學擔任訪問學人 個人在專業領域的研究 出版的書籍跟發表的論文 數量相當多 超過百篇以上 獲得台大學術研究績效獎勵的肯定 並且在研究之外 積極參與多項法案的擬定跟推動 對於我國法治的現代化有所貢獻 個人在專業領域的表現 榮獲2016年歐盟頒發的 國際知名墨內獎座的獎項 當時在全台灣的各學術領域 我是唯一獲獎者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在法案方面 我除了參與自己本身 專業的智慧財產相關領域的修法之外 並且曾經協助農委會 全面翻修植物品種及種苗法 以及遺傳資源法草案 同時也協助 原民會起草原住民族傳統之生物多樣性知識保護法草案 具體落實對於農民以及原住民的保護 個人基於曾經擔任訴訟律師的經驗 對於人權保障的重要性有深刻的體認 因而在學術研究之外 長年投身於民間法律相關的團體 包括自1995年開始就參與台灣法學會 這是台灣歷史最悠久最大的一個民間專業團體 特別是也曾經擔任他們的司法改革特別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推動法官法的擬定 然後呢在1997年開始 我也長期參與民間施改基金會 擔任董事監事跟理事來協助司法的改革 那2012年到2015年之間 我擔任台大法學院的院長 有鑑於法學教育跟社會的需求及期待有所落差 因而呢積極推動法學教育的改革 一方面引進食物教師 讓學術跟理論能夠相結合 讓學生在學術理論之外 也能夠受到扎實的食物訓練 另外一方面也鼓勵學生進行跨領域的研究 增加知識的廣度 而不是只是單純學習法律 活在法律人自己的象牙塔裡頭 在台大法律學院院長的任內 為以身作者舉辦多項跟人權保障有關的活動 喚醒學生們對人權和民主的重視 例如2013年與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 共同舉辦校園人權座談 邀請中國知名的盲人維權律師陳光成 為台大法律學院的學生來演講座談 讓學生知道民主自由的可貴 2013年透過本院陳昭如教授的安排 舉辦萬國法律講座 邀請女性主義法學的代表性人物凱薩林麥金龍 來台灣進行演講 進行一系列的活動 讓學生了解性平等的重要性 2014年也在法律學院裡頭 舉辦座談會聲援中國人權律師高志成 所受到的迫害 2014年的太陽化學運期間 更是本於學者的良知 跟院長的職責所在 挺身而出 號召全國主要大專院校的院長 跟系主任來發表聯合聲明 來維護學生的安全跟基本的權力 近年來有鑒於科技發展 對社會以及人民基本權力的衝擊 個人更有在台大法律學院開設人工智慧 與法律的課程引導學生探究科技創新的重要議題 未來如果有機會獲得大院同意 擔任大法官 必能基於本人的專業知識跟能力 發揮所長 維護憲法的價值 同時對於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 所涉及的人權保障 也能夠貢獻所長 另外在大院審議之前 時代力量的黨團還有民間團體 提出了一些問題 這些問題我僅在這裡呢 表示我個人的意見如下 第一個 在政黨跟政治活動方面 我個人從來沒有加入任何的政黨 在公共事務方面 所參與的都是跟學術 文化司法改革有關的學會 或者是非營利團體 為了維護民主自由法治的價值而努力 那在這問題裡頭 有提到民主防衛機制的問題 那民主防衛機制是德國 在戰後制定基本法的時候 所建構的概念 他的目的在於避免像納粹 這樣子利用民主的機制 來毀壞民主的制度 有他的一定的憲法的理論基礎 至於他跟言論自由 集會結社自由或新聞自由之間的關係 應該要如何權衡 這個是屬於立法政策的問題 德國基本法的規定可供參考 對於憲法訴訟所引進的裁判 憲法審查的制度 容許人民以法定程序 在用盡審計救濟的這個案件 認為受到不利於確定中期裁判的時候 有抵觸憲法的疑慮 可以申請憲法法庭為違憲宣告的判決 對於這一點我個人也表示認同 在優惠性差別待遇方面 我個人認為這是為了要解決 社會結構性的因素所造成的問題 有些必要性 也符合憲法跟聯合國消除 對婦女一切行事歧視的公約規定 同時除了在性別之外 年金長照 托育政策等問題 這些對社會弱勢的保障也不足 也應該可以用這些觀念 來重新加以審視 在原住民族的保護方面 我個人認同原住民族應該相有憲法 所保障的權利 在經濟發展跟環保的問題上面 我個人認為經濟發展固然是重要 但是應該要在環保的基礎上面 畢竟一個社會的永續發展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在參選或陪審的議題上面 它主要是在提高司法的透明度 增加人民的信賴感 在方向上是值得肯定的 那不管是參選或陪審 在世界上都各有產生的國家 也都實施得很成功 個人對這兩者並沒有特別偏好 那只要能夠提高對司法的信賴 那都值得嘗試 以上說明 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謝謝 謝謝被提名人之說明 現在進行委員詢問 首先請曾明中委員詢問 群打時間為15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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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